你 就是 那 你 就是 Paker 選手 新的未来 明星 新的未来 在未来 新的未来 球比 球比 未来 想要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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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诺 线 奈德利 诘一判 太好了 今天整个赛季都不判到奈德利 今天终于判了 哇 小火龍也BAN了 克里斯塔BAN掉之後 艾希其實蠻厲害的這裡 哇你鱷魚這麼少拿 是想要把牙凝桿去中路嗎 喔艾希 OK 克里斯塔沒了那你要拿什麼打 欸希格斯嗎這裡 九桶是好打鱷魚的 而且九桶的大絕很重要喔 不是很好偷的 其實我個人比較喜歡T1的組合 因為軍具這套玩的不是很好 你前面要打架 那我覺得軍具在今年 打前面會打架的陣容的時候 容易給機會 那T1的陣容的話 蠻符合他們本身就在玩的東西 這一個換線要看一下T1怎麼解 因為對面下路是希格斯 他推打速度是很快的 就如果九桶這個地方 被塔殺掉的話 會掉起碼三層吧 看一下T1有沒有新招啦 正常來講的話 就是輔助上到二等之後回來防守 我個人覺得九桶其實沒有很容易被塔殺 哇九桶前面 這一波要扛住喔 雷娜先扛 Q 哇漂亮 這個一技能 但是還是被抵在牆上 哇 哦呦哦呦 哎呦 Keyon 謝謝你 哦呦 水水水水 哦呦 咒斯 哦 這個閃現 哇哦 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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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猛了吧 打出對面兩個閃一個點燃 然後沒死 狀態其實還行 對面狀態全差了 主要是啦 塔皮還只掉一層而已 這個真的完全靠操作 因為牙尼應該是通常是會比較主動去打一些進攻 哦 這裡 等等 球皮是要回家的喔 這個地方T1優勢有點大喔 因為這裡你們注意看 球皮是沒有傳送的 然後球皮的狀態已經爛掉了 所以這一波呢 基本上可以確定草叢捐具要給了 這邊要注意一個點喔 Carrion已經6等了 但是雷漢斯才5等而已 而且是剛5等 因為Carrion一直有在線上吸經驗的 其實T1啊 整體的經驗都維持的蠻好的 這跟第一波塔殺失敗也是有點關係 其實不一定要 欸要打要打要打 後面有眼後面有眼 船了 賽斯船了 宙斯 也選擇船喔 要打喔 看一下 飛艾 哇 飛艾沒有傷 沒開到大絕啊 哇好難打喔 鱷魚 賽斯 欸知道 哇 直接帶走 大絕沒開出來 哇好可惜 喔 直接偷吃耶 有人還在偷雞摸狗 偷那個小龍啊 巴龍要沒了啊 OK 巴龍拿到了 牙寧 哇 漂亮 丘比直接倒了 可以復活嗎 哎呀可惜 那這裡 要賣嗎 怎麼說 喔 這是 欸 雷暗斯 欸呦 漂亮 閃一 另外一邊 哎呦 鞋子 扛不住 OK 哇 這麼好賺喔 太神啦 怎麼逮到這個巴龍機會的啊 其實捐具是有探測到的喔 但是 天勇是覺得來不及嗎 完全沒有靠的意思 這邊注意看 第一拍 菲克 哇 漂亮 Q到之後 艾希大到 然後肥仔在大到 瑞拉達在大到 瑞拉達在大到 丘比什麼事都沒做就倒了 前面很肥的丘比 完全零輸出 對 然後這邊 哇 Carry啊 魔鍋解掉 蝦子這個角色啦 在後面進場就沒用了 你們剛好看到吧 蝦子大兩個 但沒用啊 這裡最好 還是不要拼5050吧 OK 先吃掉了 Kennio慢了 Owner空Q 這地方 直接大到 希格斯 唉唷 漂亮 Kennio已經倒了喔 正面 艾希還在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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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媽 姑媽 Owner Owner撐好久喔 哇 姑媽605 在對面蝦子鱷魚 賽勒斯 的這種 鬥士的壓力下 還是沒有死掉 哇 其實這波 我 我是想稱讚一下Owner 雖然說他第一波空Q了 但是他後面的閃現很漂亮 他拉出一個身位 而且把雷歐娜帶走了 關鍵是他有直接大到配子 他大到一個很漂亮的人 就雙C的其中一個 然後剛好把自己 帶到一個很安全的位置 哇 T1 第一局拿下來 水水水水水 其實我不是很能理解這裡 為什麼要BAN菜牙 說實在的 我很少看到有人這邊會 牙齡之後 這邊選菜牙或瑞空 除非啦 他這裡想選飛艾 這裡除非是他自己想拿飛艾 不然的話 不太可能會BAN菜牙 在第一輪 正常來講是BAN在第二輪 然後T1啊 今年整年例行賽 都沒有BAN過CANYON的奈德利 但是呢 我只能說他演了一整年 這裡沒有投鐵 直接BAN了 然後小火董也直接壓掉 他有預想到 可能牙齡會開出來 而且這邊賈克斯也是按掉的 我覺得跟昨天的比賽 有很大的關係 小虎一選 然後右邊選蝎子加賈克斯 所以賈克斯基本上他是拿不到的 對 所以這邊三個BAN都是按得不錯的 就如果你真的要我講的話 我自己其實沒有很喜歡 這裡拿鱷魚吧 就如果你要這樣子玩的話 我覺得其實可以考慮 這裡直接賽勒斯吧 我覺得這裡賽勒斯可能好一點 這裡捐具絕對不能拿納爾 因為這樣子牙齡會去上路 然後中路會選賽勒斯 會直接炸掉 T1會選豬女加上賽勒斯 直接選賽勒斯就好了 在瑞娜達啊 還有一些康特角色還在的情況下 鱷魚的優先級不應該這麼高 其實這一波非常關鍵 這波關鍵的點在於說 宙斯首先他沒死 再來是他沒有動用任何隊友的資源 所以說呢 你們有看到吧 Carrie上6等的速度超級快 雷漢斯才4等的時候他6等了 整個T1的等級都很高 因為這裡啊 宙斯一個人把這邊扛住了 那他這裡扛住 他就是他的操作很好嘛 他用他的一技能 躲掉了兩次雷娜娜的一技能 那為什麼這裡 天勇會扛兩下塔呢 是因為蝎子的被動會燃燒 有一個紅紅的東西在燒 然後這邊Carrie沒有注意好 所以他扛兩下塔 不然照理來講啦 Carrie撤出去等第二波塔殺 宙斯還是會死的 但 其實我覺得宙斯這個地方死掉也沒關係 他這裡本來就是嘗試性操作 那你們看 Carrie八分鐘就6等了 這以輔助位來說啦 是相當快的一個速度 Carrie幾乎前面啊 就一直在兵線上面游走 這裡Carrie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起碼是兩波 他去幫飛殼打爆破 而且也幫飛殼推線 就是Carrie前面一直在做騷擾 他讓球比沒有辦法很舒服的 在做這個換血 這場的瑞拉達的效果有點像 他前面的派克 然後再來就是T1這裡 前面換線換得很好 這裡換線的作用就是 他會阻止鱷魚上6等 基本上啦 這個版本只要換線 只有中路會上6等 那鱷魚沒有6等的話 前面遇世者其實很難打 其實我覺得T1這個陣容 前面是有得打團戰的喔 雖然說打輸了 像是這一波團啊 宣具先傳送了 可是這個是個盲視野 不過其實正常來講 我T1這裡其實是可以考慮放的 因為他已經5槽寵了 其實我覺得宣具傳這裡 然後 非愛大絕大這裡 是有機會打的 並不是說打不了 這波你們是不是會覺得說 Carrie在送 會嗎? 我不知道一定有人會這麼覺得 但是這是Carrie常用的招式 就是他用肉身去賣 那在對面開他的瞬間他開大 因為對面開他的瞬間 會全部擠上來 然後他瑞拉達只要開大 反開的效果就會很好 可是這裡我覺得Carrie貪了 他這邊腳Q沒有開大 他如果這邊是R起手 他爽收 可是他貪了 他可能想QR吧 我不知道 他這裡就是真的是貪了 所以這波團戰沒打起來 後面T1幫我明哲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娟劇會給 你們看這裡 紅眼 他是完全明哲吃的 他們兩個就在這邊 完全不過來 這個我也是當時沒看懂 三邊古馬遊戲耶 三小啊 那這裡蝎子又開出來了 喔凱特你直接鎖 我有劍爪的三小 出招了 我多久沒有看到T1選野河了 Owner要玩野河啊 這裡輔助其實還能往後擺 先打中路可能好一點 勒布朗怎麼樣 我覺得這場勒布朗不錯 勒布朗左邊那三個都限制不了 人家進爪布朗姆茂 你選凱莎喔 你超難發揮的喔 塞勒斯嗎 只是我個人比較喜歡 偏工具一點的角色 因為你偏工具一點的角色 其實這場配合進爪比較強一點 這場的大招其實沒有很好偷 但是這場我還是覺得T1的BP稍會好一點 這場凱莎太難發揮了 他前面一定要換線 然後換線呢 凱特琳就會把他的下塔給點到破掉 而且你一換線 你要塔莎茂凱幾乎是很難的 欸? 哇塞 這三小啊 跑到自己下眼欸 呃應該還是要換線吧 換線換線了 真的就是 塞勒斯應該是邊線比較好戰 那其實勒布朗也行啦 對吧 各位你們想一下這場如果是勒布朗的話 左邊誰能限制他 我是偏好勒布朗啦 欸?到底換不換線 欸欸欸欸 這是... 喔 T1發現你沒換線 走回來 T1是不想換線的啊 欸等一下到底是怎樣 呃 這裡Carriar 啊 Carriar倒了咧 一等 布朗姆 四個人 茂凱 茂凱兩等 布朗姆 哎呦 三個一滴 哎呦 不是啦 Carriar死得太早了啊 哎呦 好可惜喔 上台要掉了 哇喔 賈克斯這場 感覺要殺瘋了呀 這場賈克斯的發揮空間其實蠻大的 因為右邊雙射手 Bua 一個 Owner沒中擊啦 掰掰 下一把 這裡啦 AD一定要拿 因為AD被ban太多隻了 所以說呢這邊AD優先級量往上台 布朗姆有沒有必要在這裡拿啊 我覺得這裡應該 可以直接拿 勒布朗吧 你要拿賽勒斯也不行 還有 加里歐嗎 或球女 這場我真的沒有很喜歡賽勒斯的選角 這場賽勒斯 其實沒有很好偷的大招耶 可是呢這場 檢討不到賽勒斯身上去 因為這場是換線就換炸了 這場問題不是賈克斯 這場問題也不是進爪 一開始啦 娟具下這根眼代表什麼 他是不敢正面對線的 其實娟具是不想正面對線的 除了這根眼之外 大家還要注意一件事 娟具還下了一根眼在這裡 這根眼才是關鍵 下一拍T1的人 走到這裡 才被發現的 所以原本配置是往這個方向走的 你看輔助都在這裡了 但他看到這個瞬間 他就直接往這邊走 這根眼才是重點 到這裡啦 我覺得T1 不太想要讓凱特林回下的原因 應該是啦 第一 他覺得茂凱 可以扛住塔莎 那第二點是 他可能覺得啦 這裡讓茂凱傳送上去 都要太虧了 他不如讓直接凱特林上去 我猜是這樣子 而且他這裡 正常來講啦 進爪應該是可以 很舒服的 他下三攤之後 上三攤 然後再吃上河蟹 然後再往野區裡面鑽 然後放個眼之類的 這裡要注意一個點 就是這個蝎子 他是下開的 你們知道為什麼這邊 Carrion會死嗎 他知道輔助在這裡 但是他沒有料想到 蝎子是下開 下三攤 直接過來的 其實Owner一開始 也沒有打算直接進野的 代表說他不知道 Keyong在哪 他應該是以為 Keyong是上三攤 所以正常來講 蝎子不會在這裡 而且 你們要注意看喔 Carrion其實一開始有在中路 西一波兵 所以他現在是 即將上二的階段 如果蝎子這裡 沒有在這裡 然後他只要走下來 跟茂凱一起吸兵 他是會上兩等的 可是呢 蝎子在這裡 所以他炸了 他被逮到了 那 茂凱呢 也扛不住那個塔莎 畢竟少了一個布拉姆吧 原本這裡 是炸了沒錯 但 近爪有交換到野區 還沒有到很炸 問題是後面 捐具的換線 換得太好了 他一直沒有讓 凱特琳去壓到這個 凱莎 所以後面 才越滾越炸的 不然到這一拍 我覺得都還有得救 哇 還是剎牙 好 這樣子我就要看一下這個剎牙 到底值不值得 唉唷 T1這場是主動 被壓擰 可是阿里 夜區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於說 沒有一個很 穩定的控制 雖然說啦 關燈之後阿里進去 這可以起到一個 混亂戰場的效果 但是呢 第一拍 沒辦法直接給到控制 就是沒有辦法像什麼 飛愛阿里 這樣子 第一拍 就直接撿圓 看到對面選夜區 這裡有可能是老鼠 看一下T1要不要搬老鼠吧 如果是想選老鼠的話 搬進爪合理啊 樂不狼 其實可以悟空樂不狼 這也是要拿豬女嗎 哇 飛愛的話 你有點難開 說實在的 你飛愛其實有點難處理對面的 因為你第一拍 你拉阿里 會被他帶到後面去 然後你也不敢拉 伊澤 你拉 夜區也不是很好 拉賈克斯呢 不一定會死 我覺得這場伊澤好像很爽 這場BP我就比較喜歡捐具了 左邊先手很強 但是問題是右邊不好先手 欸閃清 清到 哇靠 欸 哇被禽獸發現了 而且頭在佩茲身上 回去直接水滴 正對線對T1來說是舒服的 可是其實伊澤瑞爾拉 之前會一直想要 避線拉 主要是想要 第一趟回家就有水滴 然後再回來繼續來 但他這場呢 一開始就有水滴了 所以他正對線其實也可以接受 哎呦 偷雞摸狗 對啊有大絕喔 有大絕 咬囉 舉到閃現 拉回來 哎呦 沒讓到頭 但沒事 其實我覺得非愛前面拿頭也不是不行 因為他如果先拿到突破天際也還行 沒事啊 我覺得Owner的判斷是對的 因為他 沒有繳掉這個大絕 代表呢這個 草叢一定可以爭 喔 等一下喔 這裡T1 兩個人被包夾了 兩個人被四個夾 大招 喔Carrie大絕大出來了 這波就跟第一局一樣喔 有沒有 我們剛剛討論的那一波 這波是不是跟第一局一樣 直接上去 哇漂亮 Faker nice 偷家一個king 夜許不飛嗎 夜許這場就不能第一拍飛啊 除非你阿迪到 不然沒辦法第一拍飛 這裡注意看Carrie 你們看注意看Carrie 這裡他 大絕開出來了 因為Carrie還有大招啦 夜許也不敢第一拍就飛啊 Faker全招都命中了呀 哇 Faker 完全被動接滿耶 他沒有浪費任何一拍被動 不然都有機會沒殺到 你們有沒有印象 阿卡莉其實有一段時間 是拿來counter賈克斯的 我覺得這場 如果選阿卡莉的話 應該就是要去這個邊線 限制賈克斯 賈克斯打邊 是不好處理阿卡莉的 唉唷好爽喔 哇操 阿上路有人能守嗎 球桶去手上 可以阿 上路可能最多掉一層塔皮吧 喔Q到 直接秒 哇省了一個大絕 再撞一頭 唉唷沒撞到 喔巨大漂亮 哇 技能銜接的很漂亮阿 好像沒有讓canyon開出盾耶 喔 賈克斯 欸賈克斯又倒了 這波是怎樣阿 就去失智了是不是 怎麼突然間 喔沒盾了沒盾了沒盾了 舉到 哇1點1到了 漂亮Faker 哇 潤拉大這個大絕 又大兩個 真的 太漂亮了 說真的我覺得這場捐劇是不是稍微有一點 低估了瑞娜達跟艾希的這個 影響力阿 就前面捐劇阿拿到手殺之後 就想說啊我有水滴了好像不用換線了 所以他沒換 不然的話照理來講這個局他應該還是得換 因為他上下兩路都是劣勢線 狐狸就不是拯救世界的角色阿沒什麼用 但是我記得Faker石油杯好像拯救過世界呢 石油杯還是MS有點忘 但是丘比這個裝有點難拯救世界阿 他這個裝 不是來拯救世界的 他這個裝就是 容錯率比較高的 就他沒有出死帽阿 他也沒有買穿透阿 他也就是把線給推進去 然後利用推線 這裡 大絕喔漂亮大絕片大 拉到 一技能腳掉 有人洗地板了 阿卡莉 腳兩段大進來的喔 這裡要小心喔 唉唷漂亮艾希還在輸出 艾希直接閃現上去 另外邊打贏了 剛發生什麼事了 我剛沒注意看 跟他打閃拉嗎 哇九筒哇 九筒大絕CD也太快了吧三小啊 欸貝格阿出來 OK 哇2比1了 緊張了唷 這個是第一場的畫面各位 你們看到這裡 娟劇在紅方就有下一根眼了 然後呢 九筒踩在那個眼上 就什麼都沒有發生 所以說娟劇可能就覺得說 你沒有去探測我這根眼 你對我這根眼不會有反應 所以這裡才會被抓啊 這個就是宙斯的習慣被抓到 其實這場T1也是突然改Ban T1第一場的時候是Ban 賈克斯的 各位我懂原因了 因為這場啦 娟劇沒有照第一場一樣 歐羅拉前面就壓 所以T1不知道他這裡到底是怎樣 如果這裡雅妮沒Ban 這裡歐羅拉也沒Ban 就會變成說兩隻 OB腳同時開 那如果同時開 左邊雅妮 右邊歐羅拉 加上夜曲 娟劇這一套就太強 所以說這裡才壓掉 然後其實後面啦 我個人沒有很喜歡 這個 非愛吧 我其實還是比較喜歡豬女 說實在的 這場中期的節奏 為什麼會這麼慢 因為 非愛啦 不好做事情 阿里 伊澤 夜曲 他其實不好做事 那 前面呢 你說非愛 確實是做到事情的 但 我覺得豬女 應該也能做到同等的事情 如果你說缺傷害的話呢 其實也差沒多少 我覺得 如果是我個人的話 阿卡莉應該會配 豬女吧 那如果是非愛的話呢 我可能會配 勒布朗吧 然後T1這裡 Ban老鼠 Ban的蠻好的 因為這個陣容 其實捐具前面 瑞士人的時候拿過吧 這一波 T1是抓準了 他們想要換線的一個時機啊 這裡 King為什麼要急著 把這個線給推進去 因為等等啊 艾希跟瑞納達 要Record走下去 然後等等呢 他就要趕快把線推完 下去繼續守 艾希跟瑞納達 那阿里會上來 可是呢 這兩個人就蹲到了 然後這一波團戰 這波團戰其實T1 原本是覺得捐具會放的 你們看喔 因為Chovy沒TP在下路 這個是被探測套的 這個人沒傳送在這裡 然後這個人在按Record 原本T1是覺得捐具要給了 可是呢 捐具還是打了 而且這邊很關鍵的一點喔 這邊啦 必須稱讚一下 Faker Faker 應該是無時無刻都在切視窗的 不然他沒有辦法在第一瞬間就傳送 他應該就是畫面 一直這樣切 這個瑞納達就是第一場 瑞納達想要發生的畫面 這一波其實 Carrier就是想做到 剛剛 剛剛那一波的畫面 他只要大絕開出來 也許是飛不了他的 對面是衝不了的 對面只要衝進來 就會被21收購 後面其實我覺得後面 捐具自己打得有點亂 我剛剛有漏講一個點 這裡啊 Chovy沒有傳送的情況下 他多攤了一波 他在下路啊 多吃了一波 Faker先推嘛 所以 Faker先動 但Faker有傳送 所以他其實沒差 但Chovy呢 這裡 多攤了一波 所以一開始T1 也覺得捐具沒有要打了 可是你多攤了一波 捐具又要打 所以變成說這裡 少一個阿里差很多 打輸了 哎 邱比最後還是 擋不住小兵嗎 還是 剎牙 老哥剎牙的魅力在哪 應該是姑媽打 濤伯那場的剎牙 玩得太好了啦 所以說 他就必須要第一輪按嗎 他幫他單掛剎牙嗎 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就是 因為剎牙是 一個人就可以在下路玩的 一個英雄 那如果讓T1拿到剎牙 等於說 解放Carrier 解放Carrier的話 其他人就玩得很不舒服 所以他就只能把剎牙給按掉 到這裡啦 我只能想到這裡 奈德利 絕境奈德利 啊 經典 哎呦 發育了喔 要發育了喔各位 邱比終究要回來發育了啊 哎呦 咒詩 扛壓了三把 終於可以讓我爽了嗎 終於是賈克斯 如果左邊啦 選俄語的話 被換線換成功 就裂開 喔 博比上路打賈克斯 我覺得這個比鱷魚好 啊水鬼 又是水鬼 這場的派克沒辦法發揮到上一場的效果 因為這場對面的中路不是塞爾斯 泡娘的話他可以安全的發育 效果會比較不一樣 上一場是來限制塞爾斯 但這場應該是來限制奈德利的 喔 欸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了 欸 哈 哈 這樣能抽出一個閃 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這邊賈克斯要一直推線 賈克斯要一直A冰然後推線 讓自己的冰多一點 而且 提升自己的攻速啊 冰只要一多 你的波比就沒辦法換血 不然波比只要有線拳的話 賈克斯不好打 法洛斯帶刀跑 因為他要走穿透流 穿透流的法洛斯才帶刀跑 我其實能理解為什麼這場是穿透流 T1想要做到第一瞬間就把人撿圓 就是蝎子拉到人的瞬間 阿里皆清 法洛斯灌傷害 派克直接斬 瞬間就把一個秒了 他們的陣容應該是要做到這一點 但如果法洛斯轉攻速流就沒辦法這樣 左邊 其實我覺得 以目前的情況下來看啦 誰被拉到應該都會被秒殺 老實說我自己覺得 後期T1一定比較強 因為左邊雙射手 然後 T1是賈克斯 喔 這裡 菲克扣清 哎呦菲克扣扣 清到了 推到了 哎呦 漂亮 哇 菲克這個硬性能扣得好死啊 而且那個牆壁有點厚啊 也不好閃 其實我覺得 Kanon不是扣閃 他也在等菲克清 但菲克不給機會 哇 秒殺一個 波比 進到姑媽閃現 這裡又撿圓了 這個草叢應該不好搶了吧 T1已經拿到一隻了 哎 好 第一拍沒中擊 給了 Owner如果有中擊的話 第二個草叢可以拿 有一個人傳上面的兵 哎 賈克斯要傳了沒 這裡 對面動了 對面也傳了 賈克斯傳中路 菲克先拿上塔 不急不急不急 等你先開 等你先開 我先吃兵先推線 浴士者還久的 這裡大絕大道 哇 可是這邊敲著兩個 哎呦 Kera沒死 OK Kera沒死 浴士者是掉了啦 但上塔也掉了 然後中塔也掉了 哎 打出一個閃 又打出一個閃 哇好賺哦這波 這場賈克斯的局 各位 賈克斯真的 這場很爽哦 這場的賈克斯應該跟第二場 KING的賈克斯差不多 看GG 夾不夾得住 你是說 我穿女裝的時候夾不夾得住 還是捐具夾不夾得住 菲克會傳授嗎 哦這個畫面我好像看過哎 要小心啊菲克 菲克這裡 哇菲克的親有點歪 嗚嗚嗚 喔呦 暈到了欸 哇這重點暈到喔 賈克斯 賈克斯 欸要不要等8秒 要不要等8秒 要不要等Faker 5秒5秒5秒 啊 就如果要回來守小龍的話 確實是等不了 原本我想說是要直接放的 嗯 哇你看Faker的死帽 這個才叫做會有奇蹟的阿里啊 剛剛那個什麼血量 看起來多一點怎麼了 血量那麼多不死之握 大面具的怎麼了 驚人怎麼了 這場Faker是不是就告訴大家 我帶電型一樣能贏 不需要什麼不死之握啦 欸不過這場啦打的是遠程 所以帶電型也合理啦 這場不死之握也不好疊啦 重點不是打龍喔重點是打人 因為這個龍再怎麼樣就是三條而已 喔拉到 哇 法洛斯空大 OK那這裡怎麼說 賈克斯要來囉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技能 龍可以給龍可以給龍可以給 鞋子 大到只到了一個 賈克斯在後面 閃現暈 鞋子先倒囉 這裡法洛斯沒有輸出空間 法洛斯沒得輸出 然後派克 哇 派克死了 賈克斯 喔唷 秋比 喔唷 這個 哇 被拉扯了 哇 炮龍掉了 嗚 What the fuck OK 這裡第一拍 這是第一拍 奧娘 W把賈克斯的一技能給吃掉 好 這裡第二拍要來囉 第一個時間點被拉走 派克 沒有跟賈克斯的驚人同意拍起來啊 變成說捐具可以各自處理掉之後再回來 沒事我覺得T1的陣容還是比較好 發龍拖過了就沒事了 爹在奶我沒有奶啊 我只是客觀的告訴你事實而已啊 我沒有奶啊 難道我要說T1這邊 看起來有點難打呀 微星之論我講不出來啊 那陣容確實這個地方就是比較好啊 T1的陣容第一拍有沒有秒殺人是很重要的 你們要注意看法洛斯第一個大招啊 法洛斯的大招只要大到人的話 很有機會第一拍就把一個人秒了 但是空大的話呢就會留下懸念了 第一拍 有點難 這裡怎麼說 哇 冰劍 把法洛斯 欸欸欸 菲克 哇 菲克被秒了 只是另外一邊也死了一個 喔 大兩個 可以嗎 OK 艾希倒了 哇 OK 波比沒用 喔 小龍小龍 龍魂點 哇拉到了 倒地 蹦 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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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雙C了 可以嗎 Let's go T1 Let's go T1 欸菲克復合有TP喔 應該G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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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克有TP 哇 耐德利 衝上來了 還有一隻兵 還有一隻兵 OK 下一波來了 下一波來了 菲克TP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G了 欸欸 打他 打他 可以可以可以 菲克TP了 Let's go T1 準備向T1 準備向BLG發起 最後一次冠軍挑戰 第五冠 T1 準備來挑戰了 喔 未來或許會是你的 但現在這個還是屬於菲克的 長江 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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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你沒閃出來喔 配置 這波其實應該是能打贏的 Faker已經先倒了 我自己覺得啦 這裡就算丘比不死應該也是G了 因為他守不住的 丘比想要盡量的把這個線給處理掉 去吧 我給你 來來來 喔?所以TONE覺得 泡娘如果活著的話 G不了是不是 我的理解是應該是能G 但是吃巧齡是最穩的 因為他有電龍魂嗎 抓住 抓住 加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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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正 有记者 加一招 我让一下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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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тер姿 她一定会玩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